各位好 我是德国知识 今天我给大家翻译一个问题 是在国外的知乎网站上面 有人这样提问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中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各位网友 他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人 他是一个美籍华人 他说作为华裔美国人 我曾经反对中国 我曾经相信其他许多美国人都认为 中国政府是邪恶和压迫性的 然后我去了中国 发现那里没有西方所描述的东西 是的 中国政府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 人民没有我们拥有的政治自由 但是 在大多数情况下 政府为人民做得很好 在过去几十年中 数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 自1990年以来 我每隔几年就要去中国 所以我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 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 都比他们的前辈生活好得多 没有饥荒 没有战争 自然灾害得到有效的应对 人们可以在相对不受政府控制的情况下 过上自己的生活 在许多情况下 比西方国家还更多 在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他们拥有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 暴力犯罪 威胁极低 问问任何外派到中国的女性 他们都同意 这是对女性来说 一个非常安全的生活场所 我并不是说中国是地球上的天堂 但它绝非经常被描述为地狱的那样 我认为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像我们在美国那样渴望民主自由 中国人从来没有过民主自由 人们不会错过从来没有过的东西 好 下面这个回答的我估计呢 他是白人不是华裔 他引用了1947年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 他是这么说的 已经尝试过许多形式的政府 并将在这个充满祸患的世界中继续尝试 但是没有人假装民主是完美或明智的 确实 有人说民主是政府最糟糕的形式 除了不时尝试所有其他形式之外 下面这个人 中国的经验显然表明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丘吉尔先生的良好声誉是多么的不幸啊 哇 等等 那不是因为他们像兔子一样繁殖 而故意饿死了300万孟加拉人的家伙 还是其他肥胖的卫君子 在这里我不是特别明白他要表达什么 是不是当时孟加拉国当时应该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 可能当时饿死了几百万人 可能丘吉尔还是还骂他们像兔子一样的繁殖 是不是这样 请了解背景的人可以帮帮我 民主一词只是美国政府用于其外交政策的便捷工具 他对美国代价为零 而世界却为之付出一切代价 他一直向世界宣扬民主 却很少自己实践 如果他这样做了 世界上就不会有小马丁路德金一声说 压迫者永远不会自愿的给予自由 被压迫者必须要求自由 这是个女士说的 我很高兴你发现真相诺曼 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我鼓励你进行进一步探索 然后他可能给自己做一下广告 他可能写了一本书 作者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探索中国 详尽的指导手册和惊心动魄的行程 我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 很荣幸与你分享 你可以通过下面的链接进行预览和购买 我希望你看看 并与你的朋友圈共同分享 下面这个又是华人 他说 我是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 从未去过中国 我以前从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坏的 不是邪恶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更明智 我认为美国现在比中国更邪恶 这个估计也是华人吧 这意味着你没被洗脑 并失去批判思维 然后下面这个人就摔出一句话 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 我是华裔美国人 西方的宣传也使我反华 然后去了中国 解释了中国人 然后我意识到这全是谎言 我也不相信整个非洲人都在挨饿和野蛮 也不相信整个穆斯林都是暴力和欺骗性的 我确信 西方媒体 尤其是美国媒体 与共产主义媒体是半斤八两 美国人根深蒂固地认为 俄罗斯人是具有攻击性和冷血的 但是当我去那儿时 我意识到他们像中国人一样热情 他们不会打你 除非你先冒犯他们 中国过去曾经是地狱 但是现在情况比以前好多了 尽管如此 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仍然要高得多 没以前反差大 说得好 我是外派到中国的美国本土人 尽管有好有坏 但并没有美国媒体报的那种压迫和糟糕 而且正如你所指出的 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在工作日上班 周末与家人共度时光 而忽略他们的政府 只要你遵守规则 就不会受到政府的控制 但是如果违反规则 则取罚会迅速而严厉 因此这是地球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总之不要总是相信别人告诉你的 要质疑一切 好吧 我给中国公民上课 他们是政府机关的人 一个是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和将军的女儿 她在中国拥有三栋房屋 在美国拥有一栋房屋 所有这些人都撤回了中国 这位女士不得不回去接受检查 他们问她有关她的活动和旅行的问题 所有的学生都爱中国 却讨厌中国领导 我有几个学生给我一个谷歌账户和一个雅虎账户 她们无法在中国使用谷歌 并且告诉我 不要在雅虎账户上谈论政治 我发现这很压抑 这位女士想要我去中国生活 但开始告诉我不要购买这 不要购买那 因为怕被毒死 而是要从日本或是美国购买进口豆奶之类的东西 或者自己动手制作 我确实想去那里 但是由于这些信息 只能暂停这个想法 也许他们是例外吧 看看是怎么给她回答的 永远不要让别人的选择笼罩自己 找个时间去中国旅行吧 与所有的国家一样 有好有坏 但是我觉得好远大于坏 是的 几年前发生了婴儿配方奶粉恐慌 受污染的婴儿配方奶粉杀死了几个孩子 公司老板被处决 致使中国人对中国婴儿配方奶粉感到恐惧 但是哪个国家没有恐惧 由于公众怒吼 强声被起诉 并因为婴儿爽生粉中的食物 而面临巨额发款 一些人声称 这种污染让他们致癌 而且是的 在这里没有太大区别 如果有国产和进口产品选择 中国人通常会因为感觉质量更好 而选择进口产品 就像在80年代90年代一样 美国人倾向于购买日系列汽车 因为美国的质量太差了 我认为大多数美国人也知道 尽管中国产品越来越好 但并没有达到别人的质量标准 这种观念在全球范围内将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改变 我再强调一次 因为中国制造商致力于提高质量 这与美国制造商在失去对日本的大量市场份额之后 专注于质量的情况相同 对我而言 我喜欢中国主要是因为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 安全 在美国只能在安全的地方步行 如果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总得时时警觉 而在中国就不用 你可以随时随地 从不惧怕任何事情 这里极度安全 第二 友好 中国人竭尽所能容纳外国人 起初我以为这是虚情假意 但是在这里生活多年之后 我意识到中国人们是真的友好和乐于住人 住绝大多数人 第三 很多事可做 在美国我住在圣地亚哥 虽然那里有很多事情可做 尤其接触大自然的事情 比如海滩 山脉 沙漠等 在中国这里尽管海滩很少 但总有一些事情可做 每周七天 每天24小时都可以做 用餐 跳舞 自然事物 购物 聚会 中文喜欢聚会 第四 便利 我都两年没带过现金了 我用手机支付所有的费用 如果我要买东西 我会上淘宝 第二天 有时是当天就送到我的公寓了 如果我不想出去 就点外卖 如果我不想开车 就找代价 如果不想打扫卫生 就可以请终点工 在这里一切都很方便又便宜 例如打扫整栋房子要4到6个小时 费用约为200元人民币 约30美元 唯一昂贵的东西是外国货 比如说一根出售棒是60元人民币 大概9美元 第五 医疗保健 在美国我有保险 但总是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才能获得流水县市的医疗服务 在这里我想解释一下什么叫流水县市的医疗服务 在德国其实也一样 就是他可能每天他的诊所可能会接待不少的人 然后给每个人安排的时间可能只有两三分钟或是几分钟 然后要等不短的时间 然后教导你之后 医生跟你简短讲几句话 你看医生就这样看完了 很短时间 真的像流水县一样 好我们继续 在这里我按预约时间到达 给我提供咖啡和小吃 医生迅速给我提供很好的医疗建议 他们有时间陪你 通常看医生需要30到60分钟 也就是医生给你花的时间 给你看病的时间是30到60分钟 只使我没有保险 花一个小时去看医生的全部费用 包括各种检查 X光 药品等等 大约是2500人民币 约350美元 这里的医生没有像美国的医生那样 获得丰厚的报酬 而且利润也不像美国那样离谱 因此可以获得价廉物美的优质医疗服务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这是刚冒出我脑海中的 总之 如果有时间和资源强烈建议你去中国旅行 我相信你会满意的 我会再考虑一下 可以理解 这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 或美国外派人员给的二手信息 这是几位为中国政府工作的成年学生给我的信息 一个人在党内的位置很高 因此他可以做其他公民做不到的事情 其他学生其中一些已经返回中国 只是警告我不同的事情 基本上他们表示由于我是美国人 所以有些事情会变得困难 比如购买食品 他们所有人都表示自制豆浆 这样的东西更安全 那些已经返回的人以及那位女士说如果我真的去中国他们会帮助我 但重申我必须要小心 我不知道 反正在做出决定之前 我因为怀孕是要休息 下面这个人有点长 我们看看 我很幸运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半 我在深圳住了几个月 然后去北海找到了一套公寓 北海很小 不那么拥挤 我去中国考察 看看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酒店和旅游业务 在中国有没有市场 令我惊讶的是 我发现竟然有市场 关于那里的生活 我从不担心自己的福利 虽然大多数男人不友好 但有些友好 妇女和儿童也很友好 别人帮我拍了数百张照片 他们的文化与我一直居住着的美国截然不同 他们的许多文化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 但是中国人 特别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 对西方文化非常感兴趣 他正在慢慢带来中国的一些变化 而这种变化极大的困扰了中国政府 正如在香港发生的那样 这个人看了还是被洗脑 又扯到香港了 我预计会有更多动荡 奇怪的是 在14亿人口中只有4000万人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 因此可以理解的是 在750万居住在香港的人中 有200万人走上街头 抗议许多中国的程序和文化 这些程序和文化已经失去了合理性 他们要求改变 刚才我说了 这个人对中国政府或是对中国还是误解非常深 虽然他在中国住了两年半 我在中国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并将返回 在中国10到12个主要城市 以及香港和新加坡多个城市 开设销售和营销办事处 来推广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业务 我期待着在加勒比海地区 能为优秀的中国人提供旅游和文化教育的目的地 他对中国成见那么深 还想做中国人的生意 好 我们继续往下 中国曾经是一个非常贫穷 治理不善的国家 受到腐败领导人的统治 成千上万 甚至数百万人普通人死于饥荒和疾病 因此 无论哪种形式的政府 只要能够带来进步 稳定 与和平 都是值得欢迎的 那些说民主是唯一促进进步的人士 毫无想象力的 作为中国人 海外华人 我不太关心普选权 我更关心子生后代的繁荣与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 那些香港示威者是完全错误的 他们被外国特工 特别是中情局激化了 不 他们知道了共产党统治下的毛泽东谋杀政权 并且没有宪法权力 虽然民主国家管理不善 但比中国政府领导下没有自由生活更好 中国社会很好 人很棒 但没有西方民主国家 只有党领导的橡皮图章独裁 毛泽东给中国人们带了团结 自尊自豪和报复 没有他今天将不会有一个进步 繁荣和平的国家 他从不谋杀任何人 当时的死亡是由于贫穷疾病造成的 而西方对此负有部分责任 因为他对中国施加制裁而不是帮助他 这就是为什么自称民主的西方也有其魔鬼的一面 西方人可能有侮辱 责骂他人 包括其领导人的自由 而不必担心会受到报复 但他们的社会很混乱 甚至无法无天 例如大规模枪击 种族歧视 毒品滥用等等 不 西方民主 并不优越 我敢说 对绝大多数亚洲人和非洲人而言 他们更喜欢进步 繁荣和和平 而不是全民投票 言论和行动自由 请不要向他们先讲你的生活方式 最后一段很有趣 虽然我确实想要民主 但我想要的是 适合中国的民主 而不是西方民主的复制品 下面一个应该是非洲老哥 或者是在非洲生活的人 大多数人对从未去过的地方 有很多刻板印象 媒体永远以适合自己的方式 来描绘一个大陆和国家 例如我住在尼日利亚 伙计们 我们对该国也贴了很多标签 作为犹太人 我总是对在中国的中国人 感到非常舒服 我以前每年要去那里出差两次 当他们对我说 犹太人很会做生意时 他们绝不是贬义的 因为在中国社会这是一种恭维 如果他们说你不会做生意 其实是委婉地表达你很蠢 我喜欢中国 教育制度确实需要改革 但是人们真的很nice 至少我认识的人都很好 我来这里已经7年多了 刚到时我有很多错误的成见 下面这人写了一大段 而且是一段的 我有很多中国外派的朋友 很少 但偶尔他们确实谈论居住在中国 和居住在美国之间的差异 大多数人说差别很小 但是所有人都说 如果你的宗教信仰有所不同 或者与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一致 那么在美国更好 这是大多数负面看法的根源 就是说你的信念是什么 是谁 什么组织在背后给你洗脑 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家庭结构 极其超保守的传统 所知程度几乎为零 远比美国最狂热的茶党还要保守 相反 很少有中国人了解美国生活方式 中国以某种方式 设法协调了15亿人的生活 是美国人口的4倍多 总体来说 犯罪的比例比美国小很多 在这方面 中国肯定做了一些美国尚未实现的事情 这并不是说总体犯罪减少了 只是街头犯罪减少很多 但白领企业和政府官员贿赂犯罪 更猖狂 值得赞扬的是 现任中国领导班子 中国政府致力于减少贿赂 公平的说 它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它偶尔也会在美国发生 因此 如果您对中国 中国政府或者中国人抱有负面想法 最好弄清楚 这种消极情绪源于何处 您是否中国考虑过 我认为 我的外派中国朋友 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人 也是我最有价值的朋友 将普京和特朗普推为最高领导人的民主 这对于中国的民主而言 我觉得并不能令人信服 美国从来不是什么民主的好榜样 当我去圣地朝圣时 我以为我再也不会活着回来 这就是CNN和新闻界所描述的新闻 我不仅活着回来了 而且还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次海外旅行 猜猜是什么 在酒店的自助早餐中 我尝到了某种鱼的白切片 而且因为它的味道完全像培根 所以我真的被惊奇到了 当一扇门关闭时 会为你另外打开一扇窗 我很谴虚 现在我认为几乎所有的新闻和历史 都是有偏见的 并且大多数都是宣传 我不再购买报纸 我也不再看电视 我很好奇 即使你是华裔 为什么一开始会讨厌中国 你父母是怎么跟你说的 我的孩子也出生在美国 我告诉他们 有一条永远不能越过的红线 那就是他们永远不能返华 然后这个人解释了他 为什么当时很讨厌中国 他说 我不讨厌中国 我讨厌政府 我是第三代海外华人 我的祖父母来自印尼 然后我的父母搬到了美国 我出生在这里 尽管我的父母会说普通话 但我长大后会说英语和一些印尼语 遗憾的是 我不会说中文 我是通过美国反共的镜头来认识中国的 这是在80年代 没有互联网 我所听到的关于中国的都是坏事 天安门屠杀 劳改 强迫堕胎 一胎化政策 强迫堕胎 一胎化政策 一团糟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大多数美国人长大后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在充满坏人的世界里 我们是好人 中国是坏人之一 更不用说在美国作为少数族裔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憎恨 我只想成为人群中的一员 不想脱颖而出 孩子们有可能有很残酷的一面 他们会攻击与众不同而脱颖而出的人 所以我拒绝与中国或中国人有任何的关联 我来说说 我觉得美国ABC就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的小孩很有代表性 我相信很多这样的美国华人都有这样的心路历程 就是他们被排斥 被看不起 就是不想当中国人 不想跟中国有一切的联系 这非常像现在的台湾 现在很多台湾也有这样的想法 他非常想跟中国撇清任何一点关系 跟中国一点关系没有 是最好的 有的时候真的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好 我们继续往下吧 回答很棒 完全理解 排斥那些不同的人 并尝试成为多数人之一 这可能是人类的天性 多样性环境或是多元环境 对我们少数族裔儿童来说很重要 我在中国长大不喜欢中国政府的共产主义洗脑活动 但是不幸的是这里对中国政府的妖魔化是另外一种洗脑方式 是的 中国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持续增长 中国人民正在享受这种增长的好处 但是没有真正的自由 包括言论自由 人权也存在问题 当中国人民正在享受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时 那些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将比中国人更受益于经济增长 查查看现在有多少共产党领导人是百万富翁 有时候中国在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政治意义的情况下的团结是促进和谐的一种选择 例如我们看看现在美国政党之间的不和 但有自由 因为意见分歧 而能够说出自己想法会促进聪明的思想 它允许美国人做真正的自己 中国有许多人道主义问题 最新的是他们将穆斯林安置在集中营中 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中国还迫害基督徒 天哪 即使是达赖喇嘛 在当前的共产党中国也是违法的 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喜欢中国 只是在中国遭受虐待和压迫的人民 没有机会大声说出来而已 然后这个华人反驳他说 有趣又荒谬 你看不到这些穆斯林在我们国家做了什么吗 他们杀了我们的人民 制造了炸弹 我们的一些亲戚在恐怖袭击中被他们杀害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再教育是确保我们安全的必要方式 这些人需要为他们过去几年的所作所为而受到惩罚 因为中国是一个通过贸易和创新而向前发展的国家 美国在倒退 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给那里带来痛苦和破坏 这是一个建立在贪婪 剥削仇恨和野蛮之上的国家 中国经历了许多有问题的年份 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变得更加强大 对所有公民的包容性更高 美国经历害怕 在有些国家社会正义真的成为一种规范 而导致这些非常富有的人实际上不得不为他们一部分不义之财 缴税而来建设国家 好的 今天我的话题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赞 如果有什么想法 当然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右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回见了 拜拜